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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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 以及肯定 我们救灾同仁的工作的努力 辛劳 因为这一次的煤机台风 对台湾可以说是全面性的影响 那么带来的豪雨 以及它的影响的范围的广大 都是我们面对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不过也是不幸中间的一个幸运 就是我们最担忧的 像土石流 河堤或者是海堤的溃堤 造成的淹水 断桥 甚至于船只的搁浅等等 这些重大的可能会发生的危机 大致上来说都还算能够顺利的处理 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 那么虽然我们也看到 这一次的风灾给我们带来了 还是很多的影响 我想我们可以在今天台风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积极来投入 后续的一些救援的工作 让我们的这次台风 我们的应变能够够处理到一个 能够损害为最小的一个结果 那么明天开始就要恢复上班上课 那么一些市容环境的整理 还有学校校园的清洁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麻烦我们的环保单位 国军还有一些公务单位 跟地方政府能够密切的合作 让这些准备工作能够在今天 能够大致上能够完成 那么至于淹水地区 水退之后也还需要一些消毒 那么卫生的一些改善的部分 也要请国防部能够帮忙 地方政府一起来处理 我们知道这一次台风 带来的这个水气非常的多 我刚才看到的这些 仍然处于土石流警戒的这些状态 不管是红色或是黄色还是非常的多 所以呢也要提醒地方政府 跟我们相关的单位都要这个劝导 当时在梳理这些民众 不要急于返家 务必要等到这个 这个土石流的威胁 能够降低到一个安全的水准之后呢 再返家 那么至于人民的这个维生系统 水电恢复这部分 这次我觉得我们整个的救灾 和这个救援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但是呢 毕竟影响的范围实在太大 所以还是要呼吁我们的社会大众 如果是在停水和停电的地区 可能还是要稍微再忍耐 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我们相信这个部分呢 应该可以顺利完成 至于电信的部分 这次我看机材还损害的部分也不少 所有的恢复 要稍微花点时间 也需要我们的这个 电信主管机关 在这方面 能够迅速地能够协调 让相关的障碍 维修的障碍能够排除 让这些维修处理能够做得更好 另外就是农损和一些淹水地区的家户受灾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应该已经有既有的一些救助的办法都已经存在了 那么上一次这个木兰地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一些新的办法的补充 相信呢 在这次这个救灾救治方面 应该是可以应付 那么我只希望我们的这个同仁 不管中央和地方政府 在贪灾 贪查这个部分呢 能够从优 从数 从检 来尽速处理 台风连续的过境 对我们政府来看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那么对于这个所有救灾人员 这次不眠不休的全力抢救和复原 我在这边要肯定他们的付出和贡献 也请社会大众能够呢 对于这个因此造成的生活不变 能够多一份耐心 能够也同时呢 能够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天灾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呢 我们希望我们全体的这个民众和政府 能够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个 后续的家园重建和守护 能够做出努力 那我再次的感谢大家的辛劳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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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